一家美国软件公司的失误 令全球多个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陷入瘫痪 此次事件暴露出网络安全领域存在哪些问题呢 有专家称 众计公司在发布更新前 应该进行充分的测试 曾经在卡巴斯基负责安全专家康斯丁表示 软件的更新一般会经历极其严格的审查和多轮测试 持续数周之久 以确保其稳定性与安全性 还有专家表示 业内对软件更新出现漏洞后的应急处理不力 也是导致此次问题长时间未得到解决的原因之一 目前各行各业依赖电脑工作的趋势虽然无法改变 但相关从业者在进行软件更新时 应该有备选方案 而不是出现问题后再进行解决 实际上市面上大量软件都曾出现过 更新后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 但多数都未造成重大损失 此次问题发生后 各类软件公司都应该引以为戒 及时公布备选修复方案 如何增强操作系统本身的安全性非常重要 这些年操作系统层面已经集成了很多的安全特性 像一般的一些安全特性都已经具备了 但是应对随时在变化和革新的一些安全事件还是不够的 另外的话如何控制和管理好产业链中的软件系统 避免对操作系统本身产生更大的影响 也是需要操作系统以及整个产业链条 整个行业去共同努力的